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華碩的第二代電競手機 ROG Phone 2 整個包裝是一個六角形的柱狀體 這個是專屬的Type-C風扇 接著我們來拿出手機本體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拿的方式有問題還是它放的比較奇怪 總之拿出來的時候是比較難拿的 好,那我們等一下再來開封 我們先把其他配件也拿出來 喔,裡面這個是保護殼啊 欸,卡了一個東西 喔,這個是配件盒 欸,那上面這邊是不是有點弧形 蠻特別的 喔,大概就是保護卡說明書之類的吧 那先放旁邊 這底下還有東西 喔,充電器跟傳輸線 這個充電器是編織線的耶 然後還有充電器18W的 然後配件這邊還有一些 算消耗品嗎 這邊有一些篩子 好了,現在就要來撕開手機本體囉 欸,好像跟平常不在一樣 它的膠是黏在底下的 好,先把上面跟下面的膠先撕開吧 那一邊開箱也請大家訂閱分享Enterbox 後續我們也會和大家分享 ROG Phone 2的遊戲體驗 整體使用的感覺 哇,打開了 哇,拿起來真的有點重量耶 不過背面的造型是蠻好看的